我們看到國際上對台灣的支持 從疫苗到軍事上的演習 以及到軍火的銷售等等 我們台灣要懂得回報 就是說在西太平洋 周邊地區 東海 台海 南海這個地方 至少台灣要把它看成是責任區 這是我的涉及範圍 我們要先加強自己的國防 而且要走海權的思維 然後做好自己的安全 不仰賴說日本 美國一定要來救台灣 不需要 因為什麼呢 因為台灣海峽周邊的空間是有限的 你中國人民解放軍 不可能把你的海軍 空軍 陸軍 全部都填到這裡來 不可能的 所以我們在有限的空間裡面 防衛自己的安全是做得到的 所以我們台灣要有這個覺悟 就是自己要有責任感 對國際秩序的 對周邊地區的和平與穩定 我們台灣人要有責任感 當然不讓 捨我其誰 將來我們現在接受別人的疫苗的援助 將來我們自己有好的疫苗的時候 我們也要回過頭來 出口到其他國家 用台灣疫苗在國際上 把中國疫苗打敗 那這個台灣將來還可以 不只是口罩來支援歐洲那邊 將來疫苗也可以支援歐洲那邊 所以台灣要有走出去的感覺 眼光要能夠介入國際的形勢 來做我們最大的貢獻 而不是說關在家裡面 好像安分守己 我不惹別人 你別人也不要來惹我 絕對不要有這種河水 不會來換井水這種幻想 台灣要懂得走出去 創造價值 分享價值給國際 是 張文律師 自從拜登上任以來 那美國跟全世界的局勢 步入一個新的階段 是非常曖昧 當然這個戰略有從清晰 有從那個模糊到清晰的一個轉變 但是這個是量的一個 一點點的漸進轉變 不會完全清晰 但現在也不會完全模糊 在這一種互相對嗆的情況下 我覺得台灣的情況反而會比較安全 反而如果你看到有一天美國不嗆了 我覺得台灣就比較危險 那在這個情況下日本是一致獨秀 就是對台灣歷稱到底 歐洲卻是軟趴趴 也是這個地方對中共的那個防範不足 那中共在7月1號的百年清點之後 未來一個重點是10月1號 之後也是明年秋天有這個二十大的問題 這個地方牽涉到很多內部的 波濤洶湧的問題 那這個地方看到滴滴出行的情況 也會看到無論從台灣 從香港 從全世界的角度來看 中共的威脅 一點都沒有解除 而且是不斷的擴張 這個短期的虛火跟虛張 會延續好一陣的時間 而且看得到全世界聯合去制 那個制約中國 本身不要野心的地方 是口惠而實 制與不制之間 那這個地方如何是好 我希望各位同道 能夠優勝替具之外 還需要好好去加油努力 我們會有很多 解釋